和牌一张A 哇 这手牌藏书奴麻烦了 两张成花的面上 彪克兰已经连过两条截了 然后藏书奴拿到一个最大的顺子 这手牌就是童话 欢迎来到大鹏的州 今天我们带来中国牌手藏书奴和盖哥 在Hustler娱乐场上的精彩表现 这张桌子的忙碌级别是小忙一百刀 双大忙两百刀 抓位四百刀 安蒂在Hijackway拿到了勾勾 开始加注到一千四 庄位选手拿到了郭尔黑桃选择了扣 这手牌为什么 这手牌除了位置优势以外 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即使拿到铜花听牌或者是铜花 也只是有这个摊牌价值 没有进攻能力的 这种牌是输得多赢得少 X4弹一气杂色 直接300到11000 这个300手牌范围过于宽了 而且打完以后直接套持了 我们来看安蒂 打了查尔斯的所有后手 那才是来到了49800 两家跑马 现在胜率是28000 斜上跑两次 这手牌查尔斯好在是遇到了勾勾 没有遇到什么一圈一圈 遇到一圈一圈就太惨了 只能连锥两张7才能实现反超 哦有A了 翻牌A6K 那现在胜率来到了93 互相探一下底 转牌一张8 我们来看合牌 合牌一张5 第一次跑马查尔斯胜 拿到一半的彩石 这手牌查尔斯打的 我觉得赌的运气成分太高了 虽然说跑马的成绩是不错 翻牌3K圈 查尔斯现在有8奥斯 或者是连锥两张7 我们来看转牌 转牌一张高 那没了 安蒂中赛特了 诶有10 哦合牌一张A 一加跑一次 合牌出10的话 查尔斯能成为一个顺子 结果合牌出了一张A 这个牌查尔斯的三拜 手牌范围确实有点快 拿一个A7杂色的话 打出三拜 对手打出四拜以后 你套持了 你选择了扣 这个牌能赢的牌 几乎就没有 就不可能赢任何牌了 好 比尔拿到一个A6红星 开始加注到1400 这手牌有坚果同花的范围优势 向我加一位选手 拿到7-8 选择了扣 藏树奴的勾圈 也是选择扣 到Robie的A9 Folio Andy拿到了7-5杂色 选择了Kong 四位选手打翻后 踩16100 现在胜率最高的是藏树奴 翻牌K12 发出了两张红星 这手牌对比尔来说非常有力 拿到一个听坚果花 下注3000 这个3000是一个混合性下注 打掉你也行 打不掉你的话 我够剑才吃 藏书奴的勾圈杂色 也不能拒绝 他是一个两头摇顺 而且听的是坚果顺 转牌一张红星3 那老爷子的坚果花到了 这手牌藏书奴已经装一弹的了 比尔选择过 当了藏书奴 藏书奴做一个下注打6000 藏书奴也是一个混合性下注 打掉你更好 打不掉你的话 我也是听花听顺 听到花的话是一个勾花 听到顺的话很有穿牌架持 比尔克兰选择了 我们来看合牌 合牌一张 哇 这手牌藏书奴麻烦了 两张成花的面上 彪克兰已经连过两条截了 然后藏书奴拿到一个最大的顺子 这手牌就数同花 彪克兰拿到一个同花 转牌也过 合牌也过 说不过去啊 看藏书奴 作为一个架势下注 下注一万万 这个不是炸火 这个他觉得彪克兰手上没有花 那克兰肯定要做加注了 在后卫拿到坚果 是不允许选择过牌的 过牌的话有火牌嫌疑啊 这个加注尺度最少在三万六 好 直接挑一 看藏书奴要不要抓 这手牌要去抓的话 也就是抓彪克兰不是同花 你要相信他是同花 这手牌就得缝 你要觉得不信他你就去抓他 这个牌是有抓机的机会的 确实有 但是你要去考虑一下 彪克兰为什么在翻后做了一个下注 然后转牌出花以后过牌 合牌的话做一个过牌下注 这没啥好分析的 就是看你信不信他有花 你信他有花的话 你就直接负料 你要不信他有花的话 你就抓 就这么简单 接近五万 看一个接近十万 接近十一万 就这样一个赔率 三小树弄装出一张时间牌 当你不知道怎么做决定的时候 一定要回忆一下这个采石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就打出凹印这个牌 其实都不像小花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比较小的花 都不一定会这么打 所以说藏树弄要考虑一个A花和圈花 如果是一个很小的花的话 这里不一定会推出凹印 藏树弄上来这个哈斯特的节目里面 打得不太顺 却是不太顺 刚才看成绩单的时候 他是水下最多的 这手牌打完以后基本上也差不多 要做决定了 要扣了吗 已经在问需要多少才能选择扣了 这个牌如果选择扣的话 藏树弄就变成相对来说比较深水的状态了 不太好办 这晚上在想赢是比较费劲了 就得慢慢爬坑了 这个牌确实有得抓 有什么说什么 确实有得抓 彪克兰打得也真的好 这手牌拿到坚果顺确实有得抓 两张成花的面 好还是选择了起牌 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这手牌丧树弄打得不错 真的是不错 彪克兰老爷子打牌比较old school啊 就是这个打牌的风格和方式非常的old school 对这个想的也对啊 就是说你觉得他在偷呢 他会拿一个什么样的组合在偷 然后我去抓一个什么样组合的机 葬树弄想了半天啊 觉得什么样的牌打出来的路径都不太适合去偷 那最后选择了起牌 这样想也没有问题啊 就你抓鸡的时候一定要去想你抓什么手牌的鸡 打价值的时候也要想明白 你要冲一个什么样的手牌组合去打价值 而Robbie拿到了97通话 选择了扣 到海杰贵的97 两个选手都是97啊 也是选择了扣 盖哥抢到了顶端牌里的范围优势 97都是进来撞一下 凑凑热闹 翻牌56A 这个97 看起来很美啊 567 然后有一个卡巴的顺着听牌 Robbie直接推了all in 卡巴就推all in 现在是卡巴 然后抽花 但抽这个花只是一个98 虽然是花顺双抽 但是怎么看这个花顺双抽都不是那么漂亮 顺的是卡顺 抽花的话是一个9花 他这回这个97就没啥意义了 只有一个卡巴 聊一会就得fall了 盖哥也fall Robbie成功收持 这手牌也是 把盖哥也打掉了 就这个牌能直接推出来all in 就是告诉盖哥 你有A我也不怕你 A是不够的 成尔斯拿到了18 直接fall 盖哥也fall 藏树弄拿到了96 在想盲位 这是一个小大盲之争啊 在盲位的话 有的时候手牌范围是很宽的 加注到3200 到Robbie的86砸色 选择了fall JR的K勾 选择了call Andy的K圈童花 哎呦 K圈童花没有做三拜他 这手牌怕把更强的牌留下来 这个K圈还是有坚果翻译似的 翻牌 圈三四 Andy拿到了顶对大踢脚 藏树弄是开始加注的一方 这里C败一枪 扮演自己有圈 但实际上藏树弄现在是一个听花 是手牌还是不错的 如果盘面最后是两张成花的话 这个96成花是很大的 如果单张成花的话就差点淹死了 JR的K勾直接fall 到Andy 这个下注尺度 肯定也是不能拒绝的 选择了call 踩实来到了2万美金 我们来看转牌 转牌一张红心2 白牌 藏树弄现在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这里没有位置 双方都是深仇很难受 选择了过 Andy打出来 藏树弄选择call去追自己的黑糖 追到的话又有隐含排率 我们来看合牌有没有黑糖 有没有黑糖 合牌一张A 没有发出黑糖 但这张A是适合藏术弄做炸糊的 之前两家打得比较凶 都是冲这张圈去打的 现在合牌出了一张A 翻前藏术弄主动做的加注 确实击中了自己的形象范围 4万4的彩石 我们来看下注尺度 打2万6 这手牌安迪不好接了 不是完全接不动 确实不好接 Can he make the call 藏术弄打出来的路径最差也有一张圈啊 现在他能赢的牌是什么 能赢的牌就是一个勾圈 能赢勾圈 能赢一个什么这种类似于 K勾同花的这种破产听牌啊 安迪要fow了 直接选择了气牌 藏术弄成功收持 这手牌偷机成功 这手牌确实是 核官给机会偷啊 不是硬偷 挺好的